到底佛法的程度是多高 多高 但是按照這個 下來的問題所問的 差不多都是初期的比較多 對佛法並不說了解 幾乎都是不了解 完全不了解 所以有時候問問題的口氣 很硬 很硬啦 感覺說 師父有一點在攻擊別人的宗教 所以嚇到就不太高興 為什麼都說自己的宗教好 別人宗教不好 這樣是不是拜託別人 其實做法師父的任務 他一定要將對 跟不對的事情跟你說清楚 要信跟不是我的問題 不是我的質疑 今天我的任務 是跟你分辨說 政法跟協法是什麼 今天如果是每一個人的意思說 噢 分析給他清楚 就認為說我一個攻擊別人 那麼 大家都做到老闆老闆 無人主 專門在找小孩的麻煩 我不是這樣說法 今天我是一個出家人 無法生 現在不會去參眾生結婚宴 我 你有信佛跟無信佛 參我無關係 你要搞清楚啊 今天 我台中經都看了 我今天沒有來台東港 那時候 我發發 還沒減少 我今天來台東港 我還沒增加 對我無認可的增加和減少 但是今天來到台東 必須要分析 讓我們大家一定要了解 佛法 真實的佛法 是什麼東西 在分析當中 他當然會經過比較 在比較當中 他要拿出別人的考慮 是在說什麼 他曲解佛祖的意思是什麼 這一定就要解釋了 不解釋 你怎麼樣能夠破寫 怎麼樣能夠顯正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 所以 所以下來 靠去真壞了 真壞 真不受用 真不受用 連寫一個請問法師都沒有 沒有頭也沒有結束 連寫名也沒有 連說師父請問師父 通通沒有 名字通通沒有寫 就只有寫 怎麼樣怎麼樣 連名就沒有 連情報也都沒有 我們是 中法民國最愛說的 這是基本上的問題 連寫來問問題的 禮貌通通不懂 我們做人不行 所以我們長有說過 金子要物本本利而道生 雖然我們的本性 大家都是有活性 你還可以成功我還可以成功 但是 曲實在孫雄來說 今天大家都要不 要不成功 就有孫雄的差別 有孫雄的差別 今天我是出家 我就是代表散步 所以對散步 在家人就是必須要恭敬 和風說我們是要求法 在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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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個工精代德 剛才走二戸 在大陸 招募 以前沒有什麼車 如果要乘風這個工精代德 就要走 我去 我去 那是我去 到家的孫子 孫叫他拚下去 拚下去 拚下去 救法人要牽行 孫我 我讓我走illo 兩國的,聽得很嚮往你的道德,你的修持,大家都很讚嘆 我要來給師父求法,拜託師父你給我開示一下,我要怎麼修持 他說兩句話,說,主惡目続,眾先奉行 他說,這麼八禮而已 他為了要聽這兩句話,要聽兩句話 今天你們來吃聽聽話,也不叫你們從外面別過來 他也算真主婢,你知道嗎? 這個求法,我們人是這樣,越簡單,直到的,一直越不頂笑 越簡單,因為你說要聽得很好,這是真的很簡單 在復經裡面說 要聽到法書正代方法,又聽得認你 要收一代阿精記夾 聽到南無阿彌陀佛無期妙 要經過二大阿精記夾 能上台演說大聖佛法 要經無量阿生其絕,所縱的善根 今天,我們吃藏到今天,總共有一千五百的 我們台東總共有一千五百的來聽聽 台東市有九萬的人Q 台東管市有二十七萬八千的人Q 全台灣省有一千八百五十萬至一千九百萬的人Q 今天台東一千五百的,一千九百萬分之一千五百個人 你算起來,算看看 一百的裡面還沒有一個 一千的裡面還沒有一個 他要聽到這個佛法就要有很大的神經 很大的福佈 而且還要聽到正在正見 現在我們人都有一種感性作用 現在說到我,我生氣多高 師父這樣分析,我不要聽,破了出去 說到親愛的這十五個人,我就他的印心 好,他就很感性 他也沒心,我坐下來 人家,匯立法師為什麼要這樣講 為了救你,對不對 我為什麼要這樣講 這樣講對我沒有什麼好處 我為什麼要這樣講 你一定要弄清楚對跟錯的東西 對不對 我這樣說 傷到他的至尊 師父來賣我 師父二條來賣我 所以說 這個法師都是打第一陣線的 像海軍陸戰隊一樣的 吃力是不討好的 人家在美的山頂,人家也有飯湯吃 我來到吃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不然就說價格 那就是這款 看不出來 所以變成大家都是很感性 聽著說到我們師父也不開心 現在也不想要坐下來 分析說對到不對 我再繼續去深入研究 人家一個法師為什麼要這樣講 我去深入了解他 我來深深就要了解一下 那個一點客觀性都沒有 所以 這種的東西 要邪道就不可能 活在世的時候 玄奘大師 人家在印度 在印度 開這個七女會的時候 他生了十幾年 他說如果有辦法有人 辯論辯論我的人 頭上我現撲起來 我們的玄奘大師 他每天要現撲起來 就算一邊修理 到那裡大家都沒辦法改變 因為沒有一個人 有那個變才的 玄奘法師 玄奘法師 玄奘法師在印度 整個都穿起來 所有的人都知道 他是中國的立法師 改了不起的 所有的人 如果變成大家就拜祭祀福 人家他有這種的修用 當時的外套 那邊沒辦法 就是拜祭祀福 現在人家在學套 是什麼 都是感性 他是我的師父 他說的都對 我並沒有這樣 你今天 你 拜佛禮華奘 你可以 聽很多人講經 基督教 天主教 復教 一貫道 都去聽看看 那不是一個有體育的人 我們現在都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很感性作用 感情作用 沒有什麼理性 沒有什麼智慧 經典也沒看 分不清楚 說著他的心 就不開心 不開心 就離開 離開就不能敵到真理 不能改變自己 所以 哲學家講過一句話 人是一種矛盾的動物 他為了一點不需要的自尊 靈驗放棄真理 就是這樣子 為了那一點不必要的自尊 他靈驗放棄這個真理 為什麼 太感性了 你講到我師父 你傷害到我 這個不是在真理面前 沒有老師的 雅里斯多多講 無愛無師 無一愛真理 我要尊敬我的老師 但是我更尊敬真理 因為老師不能代表真理 不能代表真理 真理面前沒有老師 沒有前衛 如果你相信前衛 有時候 你有一天會失望的 我沒有相信真理 不要相信前衛 所以佛講的 要依法不依人 不能依人不依法 那不要這樣子 不要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 應該把這個 正邪要搞清楚